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郭同学 我是1994年11月底出生的 而这台车呢,吉利说它是为95后年轻人准备的 不是怎么着,94年现在都不算年轻人了吗 这台车名字叫吉利的宾瑞酷 名字听着是挺酷 实车外观看着酷不酷 弹幕里面你们说的算 反正我觉得看的是挺狠的 而且呢,他还找了个狠人给他代言 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喜欢的那个山鸡哥 过去啊,放在五年前或者十年前 大家看到中国品牌十万级的轿车 一般都走一个像朗逸宣逸那样的平稳居家的路线 而现在呢,好像就是从影爆开始 就开始AMG M-Power奥迪RS了 所以这台车你看啊 中网熏黑的,大灯带脚的 前包围呢,有红色点缀,还是通风的 侧面的轮拱是战斗的 同时里面还有这个黄色的卡钳 吉利就学聪明了 这个卡钳并没有配个卡钳罩 人家试试上了一个黄色的漆 后面还有原厂的仿碳纤维的尾翼 为什么是仿碳纤维呢? 真实的告诉你什么叫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个尾翼啊,装上去不犯法 拆了它才犯法 其实我们这代人啊 你要说真喜欢奥迪RS M-Power 确实 但是你想想你身边有多少95厚 真的能买上这些三大高性能品牌车的呢 但很悲催的是如果有一天 当你真的攒到这个钱以后 你可能就会问我 小工同学,我是买坦克550座版合适 还是7座版合适 所以趁着年轻去买一个年轻人属性的车型 我觉得没毛病 反而开上这台车呢 会显得你有一种95厚专属的感觉 车里面呢也都是各种运动化元素 什么一体式运动座椅 橙色安全带 红色缝线 类脊皮的装饰 以及12.3寸的大屏 包括像LG辅助驾驶啊 各种各样的智能网联系统 配的都非常全 也就是说这台车至少在皮肤上 为这个95厚呢是准备的非常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它骨子里提高了多少 首先先声明一下我对这些十万级国产运动轿车的观点啊 我并不认为它们是什么性能车 因为在我心中性能车的入门应该是领克03加高尔夫DT这样的车型 那像影报啊 明觉五天蝎座呀 优逆威包括这台并瑞库 它们充气量算得上一个底盘比较好 开着比较运动 且有一个运动外观的家用轿车而已 这个前缀非常长 也就是说它们还是家用轿车 但是我认为这几款车都非常好 我也非常推荐这些车 我不认为它们是什么鬼火少年 你想想 咱们年轻人95号确实都喜欢什么RSM Power AMG 但你身边要多少95号真的提了这些车型了 那我们年轻我们也想追求自己的运动与激情怎么办呢 这这些车就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虽然说这个尾翼啊是假汉纤维 虽然说这个几皮也是个累几皮 但真是在我们有限的预算下得到一个很大的满足了 我希望这些车继续卷 卷得越狠越好 因为获得利是我们这些年轻人 而这台宾瑞库就非常卷 因为它现在搭载了一个1.5T四杆的发动机 181马力290牛米 你想想吉利他们家2.0T第一个发动机是多少 是190马力300牛米 这台车配上7速湿式双离合 百公里加速是7秒1 就比它的大哥星锐2.0T的车型都快 你说你配这个发动机 你让领克怎么想 你让沃尔沃 它难受不难受 但是这台车也有今天让我非常遗憾的地方 虽然说它的动力比较猛 你能感受到推背感 很点开起步也能挠胎 变速箱的反应也不错 但是它为什么没有换挡拨片呢 你厂家想打造一个运动型的车 它居然没有换挡拨片 这个就让人觉得有点分裂 那底盘表现还是很好的 官方说它的底盘高度相比于普通的宾锐 下降了5毫米 很爽 也就是手指盖这么大小 但是底盘调校的呢 尤其在你过弯的时候 能觉得车身的姿态的响应还是很棒的 而且在软和硬之间调的比较平衡 既不会让你觉得特别低音 也不会让你觉得这台车忽悠忽悠的 这个还是有一定功力的 但是它还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你听 我现在今天调运动模式了 它没有什么声浪 要知道这个级别的MG5天鞋座 还有引爆 起码能听到一种声浪 不管好听耐听 它都是有声浪的 但这台车没有 它有个那么嚣张的排气 它居然没有声浪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开着很棒的 美中不足就是把换脑波片补上 把声浪再调校调校 那这台车开着就符合一个 十万级运动化车的一个很高的标准 我今天开完这台车 整体感受还是挺深的 尽管它就是一台非常好开的家用车而已 但是呢 它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很有性格的年轻人的特点 你想想 95后现在 第一批也得是27周岁了 大家都在这个32D的门槛之前晃了呢 但是我们真的还有时间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还有时间去挥洒自己的热情 尽管现实很骨感 尽管生活很难 尽管梦想很遥远 但一定要扑起来 因为我们95后再不扑 下一个扑的时代就是零点扑